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六套题的讲解 那么在这里先交代三件事情 首先最后六套题本质上是六套模拟测试题 那今年这六套模拟测试题是我和张全春老师一起给大家编写的 这其中税法部分的题目是张老师的手笔 其他题目是我编写的 那评讲的话我会负责给大家评讲第一到第三套试卷 后面的第四到第六套试卷就是张老师来给大家进行讲解 张全春老师 这是第一个要给大家交代清楚的 紧接着第二个要交代清楚的 我们这六套模拟测试题编写的时候 我跟张老师专门约定 一定确保每个题目涉及不同的考点 也就说我们用这六套模拟测试题 是给大家做了相对全面的一个复习的 目的是查漏补缺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做这六套模拟测试题的时候 如果说您的成绩并没有呈现逐套递增的状态 甚至是逐套递减 别慌 这个事情完全是正常的 我们这六套模拟测试题 实际上是随机组卷的 所以每套试卷基本难度都差不多 那么做出来的分数高低 主要取决于做题人的漏洞在哪里 这套卷子您漏洞多分数就低 那套卷子您漏洞少分数就上来了 所以做题的时候不要纠结每一套卷子 我做了多少分 为什么我没有一套比一套进步 不要纠结这个 真正要关注的是 每套卷子里我错哪了 为什么错 错这个地方说明我哪里有漏洞 抓紧时间把漏洞补上 另外还要坦白给大家交代 咱们这六套卷子整体题目难度 是略高于真正考试的 略高 因为我们觉得平时模拟训练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负重训练 这样考场上相对才能轻松一些 所以总体来讲 不希望大家把这六套模拟测试题 当成是拜佛抽签 做一套过六十了 非常高兴我考得过 再做一套没过六十 立马心情就灰暗了 不是用来当抽签事报 这六套卷子是用来查漏补缺的 所以您甚至都不必去计算 每一套卷子自己做了多少分 压根没有必要去捅分 正耳八经的要看清楚 错哪 为什么错 这样错的话 说明我哪里有漏洞 把漏洞堵上 一个又一个的漏洞都堵上了 考场上那套卷子 一定会做得非常漂亮 这是第二个给大家交代清楚的 好 紧接着第三个给大家交代清楚 咱们这六套卷子的提醒提量 得分规则 是参考去年考试的情况 来给大家安排的 那今年考试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情况 变动的预期是非常低的 但是咱们话不能说死 因为官方2022年正耳八经的提醒提量 得分规则 目前是还没公告的 咱们现在来说 模拟只能参考去年考试的情况 但是心里清楚 还是要关注最后官方到底是怎么公告的 那官方会到什么时候公告呢 按照往年考试的情况 那就是考前半个月左右 咱们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上 会放出来一个官方的机考模拟系统 并且对这个机考模拟系统进行说明 甚至是进行视频的一个演示 那我们说清楚 这个机考模拟系统里边的提 是不能做到 按照往年考试的情况 它里面的提啊 就是让大家笔画笔画 那些题目是旧题 它没有按照最新的知识点来更新 全都是旧题 不要去做它 那个官方的模拟系统 就是笔画一下 您知道怎么来具体操作就可以的 但是通过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得知 今年2022年到底提型提量得分规则 和去年2021年是否真的是一致的 那这个给大家交代清楚 但是官方要考前半个月才能出这个系统 咱模拟不能等啊 所以咱们只能参考21年的考试情况 先给大家安排 那如果考前真的是有调整的话 咱们冬奥一定会通知大家 各渠道通知大家 关注最终定办的提型提量和得分规则 好 这是首先给大家交代清楚的三件事情 那接下来 我们就正式进入题目讲解了 先来看第一套试卷 那首先大家清楚 咱们经济法基础 全套试卷是要求多长时间内完成 这个官方是公告了的啊 不会改变了 75分钟内完成 那绝大多数同学来讲 应该是时间充足的 但是话不能说死 每个人自己掐表 做一到两套试卷 看看自己的时间紧不紧张 紧张的话 一个是手脚慢 那只能是自己合理安排 另一个就是考点不够熟导致的 那么考点熟练起来了 这个时间就不紧张了 绝大多数同学应该是时间充裕的 好 我们具体来看第一套试卷 先来看第一个题型 单项选择题 那去年考试的情况 就是23个小题 每小题是2分 单选题是占卷面上接近一半的分值的 所以单选题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您做单选题的时候 过于随意的话 在单选题上失分过多 后面恐怕过关就非常难 所以请大家上考场 除了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别心里咚咚咚的 然后就做不下了 之外 做单选题这里 一定要提醒自己 保持充分耐心 您别觉得单选简单 踏踏实实 每个题每个题我读清楚 确保我会的每一个单项选择题 都是正确的 因为真的丢不起分 一个题就两分 你要是格优堂的状态 来做这个单选题的话 两分两分的没 后面真的很危险 所以单选题这里 耐心是最重要的 当然单选题就是 选择一个选项咯 但是要看清楚 人家问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千万别选法 好 那我们来看这套事件的 第一个小题目 根据法的空间效力 时间效力 或者对人效力 法可以分为什么 那应该是一个 很机械的考点 我们知道 是一般法 特别法 按空间效力 时间效力 或者对人效力 来进行区分 我们这个题是选择 必选下 但是这个题 它代表着 法的分类 这个考点 所以如果您做的时候 首先错了 肯定是要巩固一下 法的分类 这个考点的 如果说 做的时候 做对了 但是做的时候 感觉有点手收 那就说明 得翻一下 咱们清一 或者基础般讲义 看看法的分类 这个点 再稍微巩固记 背诵一下 你比如说 如果根本法 和普通法分类的话 那么它是根据什么 来区分的 根本法 指的是宪法 对吧 宪法的效力 是最高的 宪法规定 很多基本的东西 然后呢 它的制定程序 也很严格 所以根本法 普通法是按照 法的内容 效力 制定程序 不同来划分的 那国际法 国内法呢 是国际主体 国家之间 还是国内的 企业自然之间 所以法的主体不同 调整国际关系 还是国内关系 调整对象不同 按照这个国际 国内来进行区分 公法司法 那就是法运用的目的 到底是保护公利益 还是私利益 来进行分类 还有其实我们经常考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它是根据什么来区分到 成文不成分 有没有制定成文件 这样的方式来出台 那是创制方式 表现形式不同 进行区分 那这种点主要就是 我们巩固记忆背诵 就能解决 其实就是 从次阶段 我们做一个强化记忆 送分题来到 第一个小题目 解决清楚 紧接着看第二个小题目 下列规范性文件 效率等级最低的是 那A选项 全国人大发布的民法典 那这个是基本法律 大家一定注意 咱们全国人大 不仅仅制定基本法律 宪法也是全国人大制定的 但是宪法的效率层级 会比基本法律 比如说民法典效率层级要高 它是最高法律效率 母法 一定不要出错 然后B选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 解锁的税法 这个是非基本法 也叫一般法律 但它毕竟是法律层面 所以AB这两个选项 它们是处于同一效率层级 C国务院发布的 解锁的税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发布的属于行政法规 D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发布的 什么什么决定 这个是地方法规 那么我们讲地方法规是 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 如果是地方政府规章 那么它是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的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如果ABC第四个选项 它分别属于哪一个渊源 我们都能确定出了 效率最低的是哪个 应该很清晰 咱们这个题目要选择的是D选项 也就是宪法是最高效率 其次是法律 不管是基本法非基本法都是法律 然后是行政法规 然后会比地方性法规要效率层级高 同一地方来讲 地方法规会比地方政府规章的效率层级高 但是要就我们同一地方来讲 人大立法比政府立法效率层级高 那么这样一个基本公式大家清楚 那除了这公式之外 我们还会谈到 宪法优于法律 优于行政法 优于部门规章 顺便问一下 咱们部门规章是谁制定的 国务院各部委行属直属机构 各部财政部委向证券监督委员会 行中国人民行属审计属直属机构 部委行属直属机构 像国家税务总局这是直属机构 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 大家也要会 好 那第二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代表了法的渊源这个点 种类制定机关效率层级 大家必须清楚 好 往下走 第三个小题目 王某是某国有企业的单位负责人 有很多同学在问单位负责人一定指法定代表人吗 那我们要这样讲 如果你是公司单位负责人指的就是法定代表人 那如果你是合伙企业的话 单位负责人是你这个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人 就是不同的性质的单位 他这个单位负责人指向不同 所以如果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他肯定是这个单位的单位负责人 好 往下走 根据规定 下类人员可以在该单位担任会计机构负责人的事 这是大头单位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我们说是三头 好 大头三头之间 要考虑国有企业 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 他们要回避 所以不能出现 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因亲关系 扫一下四个选项 那就只有同学跟这几个亲搭不上 所以只有这个同学是可以在这个单位当会计机构负责人的 好 顺一下 怎么这个点考的是会计人员回避的问题 那么隐含着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有这个会计人员回避的问题 只有国家机关 国有企业 还有事业单位 我们有回避的问题 一般的私营企业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再看一眼这个题目 他是不是说是个国有企业来到 是适用回避的企业 好 往下走 什么岗位要考虑相互之间的回避呢 我们讲是单位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之间 要考虑不能出现特定的亲属关系 会计机构负责人和出纳之间 要考虑不能出现特定的亲属关系 那我们说出现什么特定的亲属关系 就不能够担任呢 刚刚给他念叨过 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还有姻亲关系 所以又回来看这道题目 如果单位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是 妻子也就夫妻的关系 那不能当会计机构负责人要回避的 所以夫妻也好 这个直系血亲女儿也好 岳父这个是姻亲也好 都要回避 同学的话就不存在 完全可以当会计机构负责人 好 第三个小题目 我们涉及到的是回避的问题 主体岗位还有哪些亲属关系 按照我们给大家画的小图 他是把握清楚 好 这是第三个小题 紧接着第四个小题 是有关单位之间会计档案处置和交接 哪个说法不正确 反向提问 那么大家读题的时候一定小心 我说了 你单选题一定要耐耐心心去读去做 一定不要出错 一个题就两分 本来都是送分题 就自己不小心丢了好多分 多可惜嘛 所以这种问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养成习惯 读题的时候就先标出来 然后最后再复衡一下 好 那我们回到这道题目本身了 这道题是单位之间会计档案的处置和交接 我们还会考到什么呢 考到从会计机构把档案移送到档案管理机构去 这个移送 这不是单位之间是内部 会计机构到档案管理机构 对不对 这话我们会谈到会计机构 对会计档案是可以临时保管一年 会计年度中两日起 计算一年的临时保管时间 有特殊需要最长可以达到三年 然后就必须移送到档案管理机构去 那么这个三年的最最长时间 是可以考单项选择提到 怎么考试当中也涉及过 好 回来 单位之间会计档案处置和交接 到底怎么规定的 A 单位分离后 原单位存续 意思是 甲分离成甲和A 这个甲就是切了一只胳膊出去变成A 甲还活着 所以呢 会计档案由分离后存续的 这个甲来统一保管 那么A可以借阅复制 与它业务相关的会计档案 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会计档案是能不移交就不移交 保持由同一主体连续的保管下去 但有需要的话 他方可以查阅复制相关的部分 好 B选项 单位合并后 原各单位几散 什么意思 甲何以合并为比 甲以解散 现在是比 那么甲以的会计档案 只能由比来统一保管 这个也没有办法 由别的人来保管 所以顺理成章 它是对的 C 单位之间交接会计档案 不需要办理 会计档案移交清测的编制 这个手续 那这个肯定是错的呀 一定要编制 移交清测 不管是单位之间 还是会计机构到档案管理机构 都要编移交清测 并且这两个地方都会谈到 两个一并和四性 两个一并 第一个一并 原数据一并移交 有特殊读取格式的 特殊格式的 还要把读取平台给一并移交 所以是两个一并 然后这个接收方 不管是档案管理机构 还是接收的那个单位 他要对四性进行检测 确认没有问题才可以接收 那四性说准完永安 准确性完整性可用性安全性 四性 好第一选项 单位之间会计档案交接完毕 交接双方的经办人 监督人要在移交清测上签名或者盖章 对的 那同学们经常问 说签名或盖章还是签名并盖章 怎么记 其实吧 就是咱们财务会计报告 就财报要求签名并盖章 其他都是签名或盖章 好 那四个选项勾勾叉叉画完了之后 怎么这个题要求选择什么 不正确的 所以选择C选项 好这是我们谈到的第四个题 来看第五个小题 关于银行汇票出票金额和实际结算金额 下来表述正确的事 那只要我们脑袋里面有银行汇票的这个 基本流转程序图的话 这题很简单的 你要光看选项去背 就跟绕口令似的 来我们平时基础班怎么讲的 说广州的讲 申请A银行签发一张银行汇票 给深圳的银 签发的时候预估说要100万 所以出票金额就是100万 那么签发之后 实际结算只需要98万 那么就填实际结算金额进去了呗 那么以实际结算金额填进去之后 他就在深圳找B银行提示付款 B银行带领付款98万给以 回头在AB两个之间去结算98万 那甲交给A银行是100万 A结算出去只有98万 有2万的多余金额会退还给假 那在这个我们老念到的这个例子里 这100万叫出票金额 这98万叫实际结算金额 然后退回去的这2万叫做多余金额 先把这出票金额实际结算金额多余金额 指的是谁搞清楚 那我们要求实际结算金额 一定要小于等于出票金额 才能够顺利完成结算 而且一旦银行会票上有一个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 那么这张银行会票的含金量 就是这个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 等于说这个以把这张票不提示付款 被书转给饼的话 实际上给饼是付了98万 而不是100万 含金量就是这个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 好这些事情要是搞清楚了 这道题目 他说出票金额低于实际结算金额 那不行的 一定要实际结算金额小于等于出票金额 来出票金额高于实际结算金额 那对了 但是银行是按照出票金额办理结算吗 不啊 含金量是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那98万吗 所以填进去之后不是按100万代理付款的 是按98万对吧 所以B也是错的 C出票金额低于实际结算金额 我们说不行 然后D出票金额高于实际结算金额 然后我们就按照实际结算金额来办理结算 前后两个半句都对了 好 实际结算金额应该小于等于出票金额 并且以这个小于等于出票金额的实际结算金额 98万为含金量办理结算 提示付款代理付款98万 背书转让出去 也是转让出去了98万 好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D选项是正确的 像这种题 说我来备答案 待会全给自己绕进去了 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例子当中 好那我们银行汇票除了票面上这三个金额比较特别之外 还经常会考到什么 考到二三联要一并流转 就是汇票联和解气通知联 出票银行交给申请人 申请人一并交给收款人 收款人一并去提示付款 一定要一并流转 好 那这是第五个小题目 稍微的 Giulio 一并不得 氨6 刷网 这并不得